大家好,我是健康丸理师李晓 女性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生理阶段 叫做更年期 其实男性同样也有更年期 主要是因为雄性激素减少 导致内分泌出现变化 在这个阶段 男女之间都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变化 以及身体方面的异常 相同的有感觉心烦意乱 失眠多梦,脾气暴躁等等 但是男性往往他们在更年期的表现 没有女性那么明显 或者是我们只认为是自己太累了 婴儿不注意保养 在更年期之后衰老就会加速 其实当男性开始衰老的时候 身体会出现一大,两小,一臭 那下面大家来对照看一看 看看你自己占了几个 第一个,一大 上半身的这一处变大 你要警惕 衰老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器官组织都是在逐渐缩小的 这是身体在发育成熟 以及凋亡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的衰老而增大的 就是自己的肚子 年纪大了之后 有一个大肚男 其实跟自己的饮食关系并不太大 而是因为身体代谢减慢了 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了 所以 所以才会表现出大肚子 我们熟知十二经络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 腹骨是有六条经络的 有任脉 肾经 脾经 胃经 肝经 胆经 一共十六条 我们对他们进行推拿 不仅能够慢慢的推掉肚子上多余的肉肉 还能够刺激经络上面的血尾疏通经络的淤肚 有大肚男困扰的男性朋友 平时闲着的时候 就可以多去推一推肚子 他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搓热双手 平躺在床上 躺平了 两个手拇指相对 用双手中间的三根手指 从心口窝向下推 推到持股处 反复推二十一次 如果一边打嗝一边放屁 这是好现象 而且这个动作呢 还能够促进排便 常当运化不好的朋友 也可以这样推一推股 除此之外 朋友们也要学会控制饮池 要有适度的锻炼 坚持下去 才能够消灭自己的大肚男 这是一大 那么还有两处是要变小的 但是呢 这两处变小 你用眼睛根本就看不到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听力会开始变小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听觉 没有那么灵敏了 有的时候 听别人讲话 非要声音大一点 距离再近一点 才能够听得见 听得清 特别是周年人啊 尤其是容易出现耳鸣的情况 据调查 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人都有过耳鸣的经历 那么这也是导致我们听力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朋友都会不把耳鸣当回事 觉得我好好休息一下 缓一缓就过去了 其实你要知道啊 严重的耳鸣甚至会有耳聋的风险 今天再教大家一招明天鼓 可以有效的缓解耳鸣 改善听力 赶紧每天都练习起来吧 明天鼓的方法是 我们首先伸出自己的双手 用你的手掌心 手掌紧紧的贴住耳朵 然后整个手呢 搭在后脑勺上 再用食指搭在中指上 轻轻的往下一弹 耳朵就会有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 我们能听到啊 每一次的敲打就像是打鼓一样 咚咚咚咚 有这样的声音 敲打的强度以自己感觉到能够适应为标准 也不用过强 敲打的速度也不用过快 每次明天鼓连续敲击30下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变小的地方 第二个变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肺活量会变小 随着衰老 肺脏的呼吸能力也在下降 老话说得好啊 人活一口气 所以想要延年益寿 那就一定要注意自己气机的调养 今天教大家一招千年呼吸法 你就可以练起来了 通过呼吸去调畅自己的气机 帮助气觉的运行 以及维持我们身体的阴阳和谐 先保持我们上半身直立 你可以站着 你可以像我这样坐着 然后全程呢 用你的舌头抵住上额 嘴巴保持紧闭 舌头抵住上额 它的作用 第一是接通认读二脉 第二是一起生筋 帮助气机通畅 好 舌头抵住上额 闭上嘴巴 轻轻地吸气到肺部 稍作停留 不要马上呼气 继续吸气 再稍作停留 进行第三次吸气之后 远路呼出 重复三到五次 是不是很简单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 就是连续吸三次啊 吸 吸 吸 然后再缓缓地呼出 呼气的时候 你可以把嘴巴微微地张开 但是吸气的时候 一定要用鼻子吸气 吸气呢 不要求你吸到腹部 我们只要求吸到肺部 就可以了 每一次吸气 咱们可以吸得小口一些 但是经过三次吸气 把整个肺部都给吸满了 就这样重复三到五次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套呼气法的便利之处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每天你在起床之后 可以来一组啊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感觉到每次起床 都是神清气爽的 坚持一段时间 对活量不知不觉就增多了 这是变小的两处地方 那么第三点 我们来讲一讲 有一处开始变臭 它可能是好事 那这一处呢 就是口臭 口臭其实很多人 并不是因为自己 并不注意口腔卫生造成的 而是因为随着衰老 身体的代谢减慢了 所以呢 代谢的废物 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 可以马上排出 所以呢 一些多余的代谢废物 就会堆积在肠胃 以及我们身体的各处 进而就表现出了 口臭的问题 中医认为呢 口臭多由心包精 肌热日久 灼伤血落 或者是脾虚 湿灼上饭 所导致的 我们用一个穴位来消灭口臭 这个方法呢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大家来找一下 伸出自己的手腕 在手掌 和手臂的连接处 这里有非常明显的两条 或者是三条横纹 这就是我们说的 碗横纹 把手握全 这个时候你能看到 你的手腕处能有两条 很突出的肌腱 在第一条碗横纹 和这两根肌腱 相交的位置中间 这个凹陷处 这个就是大灵穴了 咱们暗揉大灵穴 有泄火去湿的作用 它既可以去除 心包精上的激热 又可以健脾去湿 口臭呢 自然也就消失无踪了 好 换另一只手 蜻蜓握全 用左手握住 右手的手腕 自指在手背上 大拇指弯曲 用指尖或者是指甲的肩缘 用力的垂直按压穴位 20到30秒之后 然后 我们来活动一下 碗关节 让这个刺激呢 能够充分的到达 肌肉组织的深处 如果你在暗揉的时候 出现了酸麻胀痛 或者是走窜的感觉 说明你按对地方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一大两小一臭 那么你一共占了几个呢 如果你一个都没有出现 那真的是要恭喜你身体 技能还很年轻 如果你已经占了两个以上 一定要开始好好地锻炼身体 保养身体 因为更年期已经来临了 男性朋友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 比如说来自经济上的压力 和来自工作上的压力 也往往会因为生活上 和家庭里面的一些琐事而烦恼 那我们作为家庭当中的顶梁柱 一定要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照顾家人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